例題6.4 實在太簡單了 Broken Line Graph 依然是小學教的東西 這次我們講的Participant 即是參與的人數 我回答Sports Day 通常Broken Line Graph 會講一些連續的數據 一些有趨勢的數據 所以通常和時間有關 例如年份 這次人數 舉問你 哪一年 人數是Remain Unchanged Remain Unchanged 是保持不變 他問你 他沒有加S給你 即是我們要答一年 你說02和03一樣 我們會答哪一年呢 我們會答後面那一年 因為後面那一年 是剛好和前面那一年 不變的 所以我們講03年不變 我們按照題目的字 然後我們就說 在2003年不變 Grammar 大約就是這樣 好 接著他問你 Lowest Lowest 即是最低的 很明顯一看就知道 它是這個 所以 又按照題目的字 然後我們說 用Participant Was Lowest Was The lowest 在哪一年 我們用回 In In 2004年 之後的題目比較麻煩 它叫你Describe 凡是Describe 就是叫你作文出來 寫很多字給我 用你的文字 去講 Trend 趨勢 就是 2002至2007 就是由這裏到這裏 整個表都說了 這樣 答案給你 你可以學一下字 或者說一下怎樣寫 第一件事 看圖 我們先知道它下降了 然後再上升 寫的方法 你可以說它在2004年的時候 首先下降了 Decrease這個字一定要懂 一定要寫的 Significantly 很顯著地下降 非常好的形容 在2004年之後 它就increase 這個字要懂 increase 這個字 也要懂 Steadily 很穩定地上升 即是表示它每年都有上升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看看下面 不知道為什麼字不跟著動 看看下面 一模一樣 這次 我先移動 這次 它說要 Write Down 本身寫Write Down 即是沒有步驟 直接寫得 然後 Extimate 競猜 因為它給你了04和06年的數據 要你猜回05 很明顯 競猜這點究竟有多高 然後它問你 哪兩年是Decrease 第一件事是Decrease 整幅圖是Decrease Ratily 即是最急速的Decrease 你知道 Remain Unchanged 那條線應該是保持不變的 所以 跌得最快 那條線應該是最斜 最斜的應該是這條線 那你自己就寫 那兩年出來吧 那你問你 How many 即是Decrease是多少 Decrease是多少 Decrease最煩的一件事 留下上課再討論 那